高雄市登革热疫情严峻 到22号为止已经突破1000例 卫生局防疫人员除了加紧脚步调查 进行紧急防疫措施之外 也呼吁民众务必重视居住环境 才能避免并没闻滋生 高雄市防疫团队 针对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发生确诊的个案的地点 我们卫生单位会依据中央的登革热防治的工作指引来 需要立即启动我们的防治措施 请市民朋友要多注意 也要做好我们相关的防蚊措施 并且落实整理我们的居家的一个环境 清除我们的积水容器 处长再次呼吁民众落实 寻、盗、清、刷、四步骤 定期巡检住家内外容器 避免温暖附着 才能有效防止避免闻滋生 杜绝登革热 每次定期都有会来检查 会有指派还有会同里长 还有居民一起来检查 然后检查的范围大概就是盆栽 还有那个鱼缸里面的水 里面有没有结结啊 此外近年流感来势汹汹 已有多县市流感并发重症患者 甚至有死亡案例 高雄市政府呼吁 符合公费流感疫苗 是条件的长者与幽童、学生 因竞速完成疫苗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会因此一现象 高雄市卫生局紧急加开 25流感社区接种站 提供成人施打 一般来说罹患流感的病患 就是会有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全身疲倦等等 全身性的症状 那当然常见还会伴随像是呼吸道的症状 如果高风险的人还是有机会会 演变成重症甚至死亡的几率 所以建议说如果有罹患流感的话 可以到医疗院所去做进一步的评估 所以为了增加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的可进性 提升我们的社区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已经有开设了我们320场次的社区接种站 那10月22号到28日呢 这个当中呢 我们也在三民、凤山等11个行政区呢 持续开设了25场的一个成人流感的疫苗的一个社区接种服务 组织医生卢姓明指出 往年11月到隔年2月是流感号发季节 再加上夏季所带来的登革日危机 期盼民众养成医疗卫生习惯 除了施打疫苗之外 养成良好的社区环境才能避免受到疾病危害 人间卫视王上益高雄采访报道